台日七线由平农县沿浦到平农市之间 在海丰地区到平农市区的路段 因受限就有市区 道路路宽由20到25公尺 缩减为15公尺 导致这个路段出现了严重瓶颈 加上国道3号以及台日七线交汇处 增设了平农交流道即将启用 势必会更加重台日七线交流的负载量 因此平农县政府公务处开辟了海丰外环道 疏解车流 平农县长潘门安说 很感谢一百多位地主愿意帮这个忙 才能够把道路给开辟完成 这是一个屏东对外国道3号交流道下来 进入屏东市区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干道 从整个进来道路的设计 缓锅都已经是地下化 所有沿路的LED灯 包括路数行道数 都是特别有南国的味道 能让我们县民市民 大家共同享受并且的交通 海丰外环道由台日七线 以及平时七线交叉路口往南 沿海丰寸绕过海丰住宅密集区 终点接回台日七线 总长度约2.4公里 通车之后 屏东市民就可以一改一往 必须要经由凌落或者久如系统上国山 金广记者宋林 屏东报导 主席 桧生辆 桧生达